《海歐男孩》 有一部電影叫做《海歐男孩》 在一個城鎮裡面 有一個男孩剛跟他的媽媽搬來 所以他其實跟外界的所有的同儕都隔隔不入 可是當他可以一起跟那些男孩出去玩的時候 他試著要在很蒼茫的一片大地裡面 很冰涼的裡面 他試著想要產生一些互動 但他某些時刻卻不小心成為了一個 卻不小心傷害其他男孩的一個加害者 然後男孩之間他們其實也沒有太火爆或太血腥的衝突 但是你知道那個男孩在尋求自我認同 以及他也希望被外界接納的那個過程 導演其實沒有特殊的用什麼具體的戲劇事件 讓那個男孩可以變成一群人之間 可能緊緊相係的那個團員 而是他最後仍然被拋下了 可是那個被拋下我們都懂的 就是我們很努力很努力的想要進入一個團體 最後無論如何有時候也不是我們的錯 而是我們不一定就這麼可以相合於某一個團隊 最後他有點像是我們都知道的 有一個人長大了 但他是默默的長大 家人不會知道 他只是默默的回家 可是當他離家的時候跟最後他回家 他已經是不同的孩子 我覺得那個讓人想哭的原因是 我們都曾經知道自己的某個蛻變是非常突然 然後沒有人可以說 也沒有人懂得 可是那個因為我們理解了這層某種青春期的難過 或是青春期的也可以說是傷痛或是喜悅 因此我們在看這樣年輕的成長電影的時候 然後我們也因而有了一點感動